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4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实作分享 内容有皮肤病、乳癌、中风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我们现在先分享皮肤病的案例 我们先一个一个先放一下 好,我们现在放一个 河南做的这个案例很精彩 是皮肤病然后用激素擦了以后 整个过敏溃烂的 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只是身上起小疹子 然后手脚痒得厉害 内服吸药然后外用激素药膏 开始很管用 但一停药以后就更严重 五个月以后 他双手就开始出现溃烂 一个月以后 他的双手就有破裂 然后也溃烂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手掌 还有他的手指头 都变成一层很僵硬的硬壳在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用原始点来调理 他是每隔一天全身按推一次 红豆袋大面积温敷 然后喝浓姜生汤 每天也吃姜生粉泥四次 每次十五克 体力有恢复一些 然后我们看下一张 他的处理方式呢 他是用浓姜汤清洗溃烂的地方 然后呢 他也涂抹姜树 他涂抹姜树呢 是因为他说他溃烂的地方啊 受不了姜泥的刺激 然后呢 他也用纱布包裹 他是说不包呢 手会很痛 受不了 再来呢 他也用红豆袋 不停的温敷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处理的第七天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一张是第八天 再接下来 这个这一张是第十天 再接下来 这是第十三天 也就是说 他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又用浆树 然后他一直在温敷 然后原始点处理到二十一天 是这个样子 再接下来呢 就发现他的脚也开始了 脚也开始大面积脱皮 溃烂 也留主之意 那我们看下一张 这一张是他处理二十五天 他的那个龟裂 还有手的那个硬皮啊 依旧是在的 那我们再看他下面这一张 这一张呢 特别把他 我写了一下 就是说 这是十二月三十号 也就是他做了第三十三天了 这一天呢 这个照片是他在香港学习之前 就是说他还没有到香港 去学江粉丽按推之前 他做了这么久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一张 后来他就去香港 去学习 学习以后回到家 他就从一月九号 他元旦去嘛 一月九号回到家以后 他就开始 他把前胸 后背啊 手啊 胳膊啊 腿啊 跟脚 全部他开始涂抹 按推姜粉泥 然后他每天推一次 大概推一次都要三个多小时 晚上呢 他又用姜粉泡脚 然后他每天都清洗伤口 那当然他内热源有吃姜生粉泥 然后热敷他还是没有停 那我们可以看他用新的方法以后 这个是一月十一号 大家可以看得到九号开始做 这是十一号 也就是说学习之后的第一次他拍的照片 可以看得很明显 他的硬皮没有那么硬了 他的龟裂处也缩小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这一张就是一月二十八号 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轻微在脱皮了 那个白白的皮 要脱落了 好 我们看下一张 下一张这个是他的腿 我们可以看到他写了二月二号 那你看他脚上的那个溃烂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好转 而且也没有组织翼了 比较干了 然后我们看他的下一张 非常惊讶 完全康复后的脚跟腿 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看他的手 我们从这一张的比对来看 你看他的溃烂到他现在拍的三月份拍的这个照片来看 整个过程他大概脱皮九次 然后每次溃烂的时候脱皮是很煎熬 他说他整只手都是僵硬麻木 疼痛 肿脏 他以为脱完皮 每次就以为脱皮完了就好了 其实是没有 都是一直在反复 反反复复 这个是 这个案例他是做得很好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个是河南的一个皮肤病的这个案例 那接下来我再分享一个呢 是合肥的 这个是糖尿足 糖尿足的这个案例 他当时的腿是肿 然后又溃烂 他这个是完全没办法走路 瘫痪在床上的 而且医院也是说 这个大概再过一段时间 可能就要面临截肢 那当时他们是怎么做呢 刚开始他是用姜粉水来泡 用姜粉水泡脚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是那个 你看那个洞 那个溃烂 没有太大的改善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开始涂抹姜粉泥 他涂抹姜粉泥 只是涂抹 然后再加上姜粉泡脚 他是一个半月以后 他可以下床走路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张 他是没有肿了 没有肿 不过他用 只有涂抹 当然这个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是2023年8月 所以这个他也还没有去学习 那所以到了半年后 他才康复 那我们看下面的一张 就是他涂抹姜粉泥 然后加上姜粉泡脚 大概历时半年 是这样的状况 那他的做法 他早晚有按推 也喝姜粉泥 然后这里呢 我特别标注的就是 他是涂抹姜粉泥 就是他只是涂上去而已 然后姜粉水泡脚 他就是用姜粉 然后泡水 这样泡脚 然后他有24小时温敷 好 这个是和肥 他们做的一个皮肤病的案例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脚溃烂的 这是最近我们旧金山做的 那也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 把它放大一点 他的伤口是这么严重 是整个都烂的 而且发臭的 这个他是医生说 在过一阵子都是要把它截肢的 那我们按推的情况呢 我先放一下这一段 我们按推的一个方法来看一下 这个按推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有在他的患处的周围 按推 也就是我们有在他患处的旁边找痛点 我们用这个指节在他旁边 找他的痛点 刚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他是没知觉的 因为他这只脚都已经没有感觉 所以姜粉泥 没有感觉到什么刺激 可是之后 他有知觉了 那他有知觉以后 我们用姜粉泥帮他按推 他是有刺激 有痛 可是他说刺激完 他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们发现 这样的溃烂的人 也一定要在他的溃烂的患处的周围 要帮他按推 所以我们现在看下一张 这一张就是我们帮他按推 这一张的时间呢 比较干的这一张 其实是不到两个礼拜 不到两个星期 他就可以看到他收口 然后干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一张不同的地方在于 第一个 我们用姜粉泥按推之后 我们没有泡水 也没有去用什么姜粉或者敷 或者什么都没有 我们保持的是干燥 就是很干燥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这一张大概是一个月 一个月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的伤口几乎都好了 然后这个右边这一张 也可以看到他也都脱皮了 所以我后面做了一个比对 我们大概前后到6月25号 他们给我的照片 从这样溃烂一直到后面的做法 所以我就在看刚才那个荷兰的那个案例 但他也做得很好 你看他做虽然他做了三个多月 一百多天 当然之前一大段是在香港学习之前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下一张我就做了一个比对 就是当时荷兰的这一位他的案例 他在学习前 他的做法 他是把浓江汤清洗溃烂处 还有呢 当然他涂抹的是姜树 然后他又用纱布包裹 那这个是学习前的做法 但是他学习之后呢 他有修正他的做法 他修正是什么呢 他是涂抹按推姜粉泥 然后呢 当然他晚上还是有用姜粉泡脚 再来呢 他还是一样 每天有一直在帮他清洗伤口 其他的他没有变 所以我写这样子 也是顺便想请教老师 就是这几个这样子的皮肤病的做法 也请老师指正一下 其实Luna在讲比对的时候 已经都把答案也都说出来了 事实上 第一个 溃难处要不要泡 泡脚这一方面 我是有疑力 我是觉得热源要进去 一定要配合按推 也就是我们在涂姜粉泥 那个涂抹这个技巧 就是按推的作用 然后才能让热源进去 不只可以让热源深入进去 还可以因为你的涂抹过程中的按推 可以解除体伤 所以在修复的时间会坏速 然后也不能伤口不能包扎 这个在重症处理都有讲 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 那质疑要不要用红豆袋不停温敷 因为它如果有规裂 一般是用眼红外线或是怎么样灯灶 如果它怕那个姜粉泥直接涂上去 它很刺激的话 是用灯灶或许会比较好 那它回去之后 它的改正方法有进步 就是它也开始涂抹按推姜粉泥 所以它的进展就快速了 那至于要不要晚上在姜粉泡脚 我认为应该如果前胸后背 手脚都可以按推 那脚要好得快 我认为也应该要配合涂抹跟按推 然后按到深层 那这个热源进去修复就会加速 就不一定要泡脚了 那另外清洗伤口 我认为导不必要 就是不要特别去清洗 那伤口 你用姜汤稍微冲洗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要想特别去清洗它 有时候我认为这个是不必 有时候会怎么样 影响伤口的修复 有时候清洗得太干净 这个过程中 不断在组织这样清洗 也会影响修复 那吃姜粉 姜生粉泥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姜生粉泥就是姜跟生 然后都是粉 然后和在一起 然后做成泥 这个可以补充热源 那这一方面就没有什么好说 所以它后面的改正 其实大致都已经调到我们正确的做法 所以我认为它的修复会比较快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皮肤病分享完 我们接着是乳癌的处理咨询 老师这边有好多最近基金会的信箱 还有也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 有国内的啦 有很多地方都在问 那我把这些咨询的一些重点的疑惑 我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我整理了三个项 三个重点 然后这三个我就一个一个来请问老师 一个呢 这个乳癌 有一个乳癌患者 他是这样询问的 不只一个有两三个 他们呢就是做了乳房切除重建手术以后 他们认为就是他们现在做了一段时间 有的做半年了 有的做一年了 有的甚至于更长 他们是发现 是不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些破坏了他的组织啊结构 所以即便他们现在在用原始点调理按推 好像不能完全解决 有时候呢觉得好一点 可是好像那个疼痛 就是依旧会在 那当然有像有一个患者他是跟我说 他说一位医生有跟他讲过 就说以后你的胸臂啦 腋下啦或者上臂 会出现所谓什么 复杂慢性神经性的疼痛 所以他就想说会不会是这样 那另外有一位呢 他就觉得他有时候会出现麻木 好像就是麻一下子没有知觉 可是有时候他按推完了 好像那个麻木也没有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想请教老师 就是他做切除手术来用原始点调理的话 是不是就是会有一些阻碍 想请教老师 好 当然这些手术 还是属于破坏性的 那破坏性周围的组织会被破坏 也是必难的 那质疑会不会有症状出来 还不一定 在临床上也不一定 有些会有 有些不会有 那如果有 我认为就照原始点的处理方法 就是到底这些麻或疼痛 是由他处还是患处引起的 因为他有破坏过 那我们他处如果暗了 不能解症 那就确定很有可能就在患处 那患处比较接近大家在怀疑的 是不是西医造成的 那这个我们还是可以放下 我们在患处的时候 还是要认真去找痛点 压痛点 那从压痛点按了 如果这样处理都还没有效 然后书本上也有写 经过三到六个月 一点改善也没有 那超过六个月 几乎就可以确定 这个破坏性应该是 不能自我修复了 已经超过人体能修复的范围 那这个我们不能重阴治病 才考虑这个要不要重裹 但听西医讲会出现这些 他们应该也没有更好方法 所以我在想 应该还是这些疼痛 我们如果处理得当 因为原始点它的进步 我之前有说过 在2018年之前 比较着重在他处体伤 那2018年以后 在配合涂姜粉泥的过程中 就在患处方面 就多所琢磨 那患处确实 也可以达到解症的作用 所以这个患者我是建议 是不是 他处如果按了没有效 患处周围再找找看 或许可以找到痛点 那痛点再涂抹姜粉泥 按推 这一类的配合 应该会有所改善 如果万一我们都这样做 还没有改善 那经过半年 那就确定了 这个已经真的是破坏 不能 已经是人体无法自我修复 好 那我这个问题 我就做成这样的解答 谢谢老师 然后第二个的咨询的内容呢 是 好几位老师 好几位乳癌患者 他们大概都是有同样的这些问题 他们说没有用中医 患西医的治疗 他们就是觉得用原始点来做 他们也希望这样子来做 不要有破坏性 所以他们大部分就是自己尝试着用原始点的手法 然后先生帮太太按推 但是他们跟我在交流的时候 他们就在讲说 他们胸部有疼痛啊 然后甚至有时候手臂也会水肿 那硬块呢 就会开始变大 然后有创口 然后差不多都三到四个月呢 就会开始爆掉 那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增强内热源的吸收 然后吃姜粉泥 然后我都有问他们 你们在外热源上怎么做呢 他们都说有敷姜粉泥 所以我听到有敷姜粉泥 那真的就只是涂而已嘛 所以我刚好看就是有几个案例的图片啊 给老师看一下 你看像下一张这个这一位患者 你看他2024年3月到6月的照片 他3月的时候还没有破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一小块 然后4月的时候变这样子 5月的时候然后到第4张是6月 你看这个是第一个患者 下一张是他现在传过来的照片 这是7月的 你看他7月份就变这样子 你看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才来求助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位患者 下面这个第二位患者也差不多 你看他是2023年10月到2024年的3月 你看10月份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一个小小开始有破口而已 可是到10月底 然后到11月12月1月2月3月 哇这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然后这么严重 然后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今年的4月到7月的照片 老师看你看他4月份的时候 这个溃烂 然后都已经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是5月份 然后6月26号 他大概就是在6月26号左右才 才询问我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 要看老师的影片 然后怎么操作 然后开始有涂姜泥 当然没有几天 因为今天是7月7号 他传过来的最后这张照片 已经有看到比较干了 因为他知道用吹风机吹 所以当然只有短短几天 老师这张照片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他的溃烂的那些烂泥都没有了 然后只有短短几天 用到正确的方法 然后根本就不到 应该我忘记了 我发给他的时候 不知道是哪一天 也许只有4天到5天吧 那这张7号的照片传过来 我觉得他就已经很干了 那老师就是这些人的问题 在于哪里呢 他们自己做 可是他可能都不知道 按推涂抹换处的真正的做法 而且我也发现 好像他们在内热源加强 可是像这样子的破裂 是不是应该在换处 而且外热源是不是比较重要 这个也请教老师 好 乳癌 其实很多人刚开始 不是一开始就爆掉 一开始常常都会摸到 一个硬结肿块 类似这样 那只要有硬块 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 一定周围都有体伤 也就是患处周围 那你只要把体伤按推开来 那个刚开始有些硬结肿块 前一两天如果你按得太大力 有时候他会肿脏疼痛 但你继续这样每天按每天按 他就开始变软了 他变软之后他就开始缩小 慢慢就消失了 所以最好最佳的治疗时机 其实就是刚开始摸到有硬结肿块 那几乎像这样的患者 几乎都可以借助这样按推手法来解决 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有破掉 如果体力还好 热源是辅助而已 所以重点在按推的技巧 但从照片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比较重视热源 但忽略了刚开始更重要的按推 然后等到热源这样温敷 慢慢也没有效了 然后再让它慢慢爆掉的时候 这时候就比较难处理了 爆掉之后因为就要考虑 我常常讲乳癌如果大面积爆掉的时候 就已经算是重症了 那重症是应该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还是要按推 不是说按推不重要 那时候因为爆掉 怕有时候流阻滋意 血液 患者会很疲倦 那长期下来体力就会衰退 那原始点有讲 热能不足体力衰退 就是属显向已现了 就要注意 会不会威胁到生命 所以这时候处理方法 就要鼓励患者 一定要姜粉泥 喝姜粉泥 然后你周围涂姜粉泥也可以 但更重要是因为它爆掉 那个涂抹只能涂抹在 爆掉的周围 那你患处怎么办 一定要电热吹风机 这是唯一的方法 你不用什么灯灶什么都没有电热吹风机 直接吹进伤口那个深处来得有效 那这样它里面的组织液或血液比较容易干掉 那热炎也比较容易渗透到深层 对于周围的循环会变好 那也有助于修复体伤 那但是体伤还是要按啦 也就是在烂吊的周围一定有痛点 那所以简单讲有硬结肿块 你或是像这样爆掉 壮或异常形态 它必属患处体伤 不可能他处引起的 但如果它胸部有疼痛 这个疼痛是病症 症喔 不是壮 那症有可能是他处引起 所以我们还是要按大开关 按开关来让周围循环变好而已 但真正要解决异常形态 还有乳癌的状 一定要重视手法 也就是在根部周围 把痛点找出来 那最好最佳的时机 我还是强调 就是没有爆掉 那时候还是属轻症 赶快看我们的影片 然后找周围的痛点 那找出来之后 每天这样自己按 只要按到那些痛点 它痛慢慢不痛了 然后慢慢消失了 我相信那些硬结肿块 就会消失 但你看硬结肿块 如果没有消失 那你一定有痛点没有按开 甚至它越来越大 那就不对了 所以要有警觉心 自己别以为 我也有按 为什么越来越严重 这时候一定要去找合格的志工 看哪个地方 有原始点的合格推广点 去请教他们 然后修正自己的手法 这样才能 尽快地让患者修复 不要拖延病情 要不然等到爆掉的时候 再处理上 这个要花很多精力 然后又让患者 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何况这个都已经到重症 从轻症到重症 甚至都有生命危险了 这个都要小心 那这些就是要注意的 我还是提醒一下 患处保持干爽透气 尽量不要用姜汤去伤口里面 像爆掉里面去清洗 这样会影响组织的修复 所以用电热吹风机 吹干就可以了 那干爽透气 然后周围痛点再按推 把这些痛点解开 那我相信 一边涂姜粉泥 在周围涂姜粉泥 一边配合涂抹的按推方式 那这些痛点都可以解决 那这样才能彻底解决 这个乳癌的问题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 第三个询问 这个是乳癌患者 他化疗的询问 这个有好多个人 同时在最近都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一生建议 他们的治疗方案 大部分都是叫他们先去化疗 然后手术 手术之后还要再化疗等等 都是这样 那他们现在当然有看老师的视频 然后也有一些推广点 都会给他们建议 那他们就询问说 如果他们大量的服用姜粉泥 然后他们把内服做到极致 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去化疗 然后有一些他就说 他不敢涂抹按推 因为他觉得他越涂越大 他就很害怕 那是不是他如果去化疗呢 会小一点 所以他们就问说 如果我加强热源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去做化疗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提问跟咨询 请老师答疑 好 我们先就原始点的角度来分析 我刚刚已经像上面那个患者 我已经讲了 刚开始有硬结肿块重手法 一定要找出痛点来按推 那如果爆掉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寻求化疗 在手术 类似这样 甚至就是我重视我的内热源 姜粉泥 然后做到极致 然后再来去化疗 好 这些问题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们先就西医的问题来讲 化疗也是属破坏性的 它全面照 所以周围的组织也会被破坏 那破坏了有些会纤维化 对于患者以后再恢复的过程中 还是会拖蛮久的 而且还有副作用 然后手术也是一样 那问题手术跟化疗 能不能解决体伤 患处体伤 我迟疑啦 我到目前迟疑 如果可以解除体伤 因为我们说嘛 有因才有果嘛 如果患处痛点 它都已经 这些体伤都已经 可以借助化疗跟手术 而好的话 那它就不应该再复发 因为体伤已经好了嘛 所以有体伤有因 才会有果嘛 那你把果去除掉 手术把果去除掉 体伤还在啊 所以很多人我也看 结果太多的案例了 手术后 结果它又长出来 这样太多了 那你以为那喝姜粉泥 就可以让肿瘤不长出来吗 或是你喝了姜粉泥 你就可以让肿瘤变化 然后来经得起化疗吗 内热源不能解决状 或组织受损 它有帮助 有帮助修复体伤 但至于异常形态或状 这些还是要找痛点来按 所以原始点特别强调 所有疾病皆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你用一个热源 然后再来配吸 我发现有一点 这个不是原始点 这个已经走偏了 因为你没有解决 解除体伤 真正的因没有解决 那热源只是帮助修复体伤 那你这时候再去化疗或手术 体伤还在啊 那以后还是会长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种建议也 或是这种说法 我认为是不可行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对原始点理解的话 应该是这样 你要嘛你就好好的把痛点找出来 然后痛点找出来 再内服姜粉泥 然后再如果没有爆掉的话 外热源稍微涂姜粉泥就可以了 周围按一按 那把体伤解决了 它一定会消 那如果真的已经很大了爆掉了 你喝姜粉泥 它也不会修复好 那如果你 既然姜粉泥 不可能把它修复好 那你喝姜粉泥做什么 你就是为了增强热能 然后再去给西医 你改善体质之后 再去给西医手术 那不是一个破坏 一个又想改善体质吗 这个也是很冲突的 所以我不大建议 那姜粉泥对于体力有帮助 热能有帮助 所以我说到破掉的时候 保密一定要借助内外热源 那要改善 就是解除体伤来把乳癌解决掉 一定要借助涂抹跟按推的技巧 如果没有只是单方面的 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原始点 要嘛你就做原始点 不要把原始点 又跟西医两个搞在一起 这样到底最后好事 我们姜粉泥好 还是化疗或手术好 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们一定要让患者清清楚楚 我说所有疾病竟然不坏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姜粉泥就是只有补充热能不足 但要解除体伤 我的看法还是要借助按推 而非手术 手术你把它全部挖掉 当然患处体伤也有可能被你挖掉 而没有痛点也有可能 我只能说有可能 但我也看到很多人 患处手术之后 它又再长出来 肿瘤又长出来 那表示体伤 不一定手术就能彻底解决 这个也请这些想考虑手术或化疗的人 特别注意一下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希望他们这些患者都可以听到老师这个直播 那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如果只有内服姜粉泥 根本就没有解除体伤嘛 对不对 而且果去做破坏 那它修复又更难了 是 是 所以它第一方面做得不彻底 一直鼓励喝姜粉泥 然后又不能 因为姜粉泥不可能解除体伤的 解除体伤一定要还要配合涂抹的技巧 或按推的技巧 才有办法把体伤彻底解决 所以它没有又去鼓励去化疗或手术 很可能这些也不能解除体伤 万一又复发了呢 所以我的担忧是在这里 好 谢谢老师 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是 老师最近在讲那个患处按推 就是怎么样在患处找痛点 那老师我分享一下那个 曾经理中风的那个影片 因为当时我也在找患处 我先放一段这个影片放完 我再来跟老师报告那个找患处的情况 那我们先看一下以前的这段影片 美国旧金山志工成经理 中风康复过程 自从2009年接触到原始点以后 有感于理想治病的超然立场 深信所有疾病的产生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导致 所以努力研读原始点医学的理论 以及按推手法的技巧 希望能达成张医师公益无私的精神 让有缘人能将健康的自主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2020年11月19号上午 和往常一样 和露娜去公园运动散步 那天鲜血来潮 拿了一根新拐杖 走着走着 感觉拐杖拿不稳 会打到右脚的小腿 有时腿也会踢到拐杖 当时觉得有点异常 回到家后 拿着水壶准备烧水 不经意地轻轻碰了一下桌角 发现玻璃壶却破了 拿了一个鸡蛋放在桌面上 看到鸡蛋在滑滚 甚至掉在地上破碎 但没有办法 适时地伸手去握住鸡蛋 突然感觉右手右脚 不听使唤了 这些现象 让我当下就惊觉地 告诉露娜 我中风了 露娜立刻帮我按推 先加强头部原始点 然后也做了全身按推 当时脸部有歪斜 讲话以口齿不清 右手右脚 瘫软鼓励 前三天都卧床 连抬手的简单动作 都很吃力 这三天也做了全身包裹式的 24小时温敷 全身出了大量的臭汗 期间不停地更换毛巾和衣服 按推了三天之后 感觉并没有痛点 但是有症状 必有体伤 我请露娜 在我头部大面积 涂抹姜粉泥找痛点 第一次没有找出到 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体伤 叫她再继续按推寻找 后来在左侧偏上的位置 深度涂姜粉泥时 突然有严重的疼痛感 我知道那就是找到了 患处的压痛点 露娜在这个患处位置上 加强涂姜泥及按推 第四天晚上走路时 右脚明显有力 步伐不会拖地 我坚信原始点的理论 并依照张医师 教我们的操作方式 按推及内外热源的补充 尤其是头部的按推 及涂姜粉泥 这期间除了姜水 姜碗温敷不断外 特别感谢南湾的志工小黑 每天精准到位深层的按推 我当时很有信心 就是我要将自己 用原始点的条理恢复的过程 做成案例 让有同样症状的朋友 能参照这个案例 重获健康 我自信可以全域恢复到正常的情况 第八天 把两个小球放在手上练习 第十天 手可以抬起来 放后脑勺后面 第十二天 练习加花生米 第二十天 到户外走路 但是脚会碰到拐杖 三星期后 不拿拐杖 恢复正常行走 三星期后 可以包水饺 过去几年来 参照原始点医学理论 及按推方法 我没有太多 让患者成功恢复健康的经验 所以我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我曾经在出发病的时候 就信心满满地告诉露娜 我一个月之后 就会好起来 一个月后 我的手脚运作自如 可以开车 可以揉面团 所以康复后 我坚持每天步行一万步 也爬楼断裂 这是恢复以后和张医师合影 恢复后第一次参加基金会 尾牙聚餐 一般人中风以后 深怕自己手脚不听使唤 就专注在复健的过程 其实中风真正的问题 是在头部 若精准按推 头部原始点 已经没有痛点 那就要大面积地 再换处涂抹姜粉泥 持续地找到压痛点 然后加以按推 才能达到解症的效果 手脚的复健运动 是在果现象上下功夫 不能真正的解症 如今两年半过去了 我一如往昔的手脚灵活 才能在推广普及原始点的道路上 持续浅进 唯有深信原始点医学的理论 在日常生活中 落实原始点的保健方法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修复力 才能有效的防治疾病 其延缓衰老 感谢张医师 感谢十多年来 一起为原始点 在全球各地 真正无私付出的 志工们 好 老师我们 因为当时 他右手右脚不听使唤的时候 他就惊觉到他中风 那当时我是立刻帮他按推 是先帮他做头部 头部做完以后 我当然也帮他做了全身按推 那个时候 他脸部已经有点歪斜 讲话也口齿不清了 右手右脚都贪软无力 所以前三天其实都是卧床 就是抬手都 简单动作都很吃力 刚刚那个视频有在床上运动 那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得到 然后大概就这三天 我觉得这三天我帮他做的工作就是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三天 是温敷的时候是24小时 但是他是大量的出汗 就是好像一直冒冷汗 然后那个汗也是臭的 期间其实我是一直在跟他换毛巾 衣服半夜都一直出汗 那三天之后 其实我帮他按推头部 感觉上是没有痛点 可是他还是手脚还是无力 然后当时陈经理就说 不可能啦 有症状就是一定有体伤 反正他就是叫我一定要帮他找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开始帮他涂抹姜粉泥 在头部上涂 那我第一次帮他全部涂完 第一次整个大面积找也没有找到 但是他说不可能 就是知道他他认为一定有体伤 他说我踏处应该是按得蛮深沉的 还好应该可以 但是他说我的患处应该要继续找 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当时找是怎么找 其实我是用我的大拇指在找 其实找一寸一寸的找 那后来呢 我是在他左侧 偏上的那个位置的深度 涂姜粉泥的时候呢 突然间就 就有严重的疼痛感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就是我的患处的压痛点 他就一直要我在那个患处的位置 叫我加强涂姜泥啊 然后按推啊 就一直在那个位置 连续我大概那一天就几乎都是在按他的患处的位置 然后所以到了第四天的晚上 所以我大概有帮他涂了差不多好几次 那他那天晚上走路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的右脚我也抬不起来 然后也比较有力 然后他的步伐就没有拖地那种感觉 当时就是他 他只说他的那处的那个压痛点 我们来看一下他讲的 我的患处几张啊 是在这一块 他那时候讲话还不清楚 这一块是三天以后才发现 三天以后才发现到这一场疼痛 一场疼痛 那么经过路纳的患处按推 涂姜泥的按推以后 差不多四天的时间 就全部都消除了 也没有痛点啊 没有痛点 现在怎么按都没有痛点 怎么按都没有痛点 所以整个脑袋来讲 这个地方是我的患处 如果不知道还跑医院 去照 还是照这里 所以原始点的好处 不需要去照X光 我们从哪里找到最痛的地方 就知道那是患处的体伤 这个是他第十一天的时候讲的 然后就是我看到老师最近写的那个外热源 说要将粉泥大面积用于他处或患处 然后藉由涂抹的技巧 然后可以帮助解除体伤 又可以使热源强化体力及运作功能 从而使患者转为为安 所以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涂抹的技巧 是很重要 然后要找到那个患处体伤 所以大面积要用于他处患处 患处也特别的重要 那老师您看就是 我当时在找那个患处的时候 可能我的技巧不对 所以我涂抹的方式 都是在用我的大拇指的指腹在推在涂 所以涂的其实蛮辛苦的 那现在老师讲的这个技巧 我是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要学这个技巧 所以说也许老师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 或者示范这个技巧 好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请老师点评 这个案例非常精彩 从中风到短短一个月就可以开车 然后恢复的情况也 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它重点那个患处 刚刚有在讲 那个用指腹那个力道进不去 所以一般很难 比较难找出体伤的位置 什么是体伤位置呢 就是压痛点 患者不感觉痛 但你压到那个点特别痛 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接住工具 最近教各位的在脸部跟头部的涂抹技巧 就是借助我们的顽骨 也就是这里 然后要用这个骨头 不要用整块肉 这个鱼剂的肉去推 那个是找不到痛点 一定要有骨头 这样放下去 轻轻放下去 然后就能顶到深层 那顶到深层 你稍微按一按涂抹 随着姜粉泥这样涂抹 有体伤的位置 患者都会告诉你 很容易找出来 然后速度又快 整个头部找痛点应该很快 只要手法正确 那涂抹一下 应该三五分钟内 整个头部应该都找出来 哪里有痛点都可以特别加强 所以真的涂抹技巧非常重要 然后涂抹技巧又着重在患处 因为他处我们有 我们之前教的工具嘛 比如说耳后 你就用前头法 那如果是整骨 你就用手肘 那至于找头部的 就是用顽骨 那顽骨一般是用在患处 包括脸部 也可以找找看 还有太阳蟹啦 它或后脑勺啊 这些都可以找 甚至有些人痛点 也不一定在这里 而是在头顶上 也有可能 那反正 这样就让大家了解 会中风一定有体伤 但体伤未必是他处 甚至更有可能是患处 都有可能 所以你在处理的时候 千万不要忽略了患处体伤 然后一定要 借助涂抹姜粉泥 用涂抹的技巧 既可以把体伤解除 然后又可以让热源深入到体内 来强化运作功能 好 那这个我 我觉得案例蛮精彩的 如果能够大家这样看一下 以后大家就知道 再学涂抹姜粉泥 那个涂抹技巧 一定要看影片 如果不看影片 自己有时候自己按 有时候力道进不去 效果会差很多 好 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直播的内容 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张医师2024年最新的版本 老师要讲原始点医学 欢迎准时收看 我们下礼拜见